在高通膨時代 土耳其人的購買力已經快被壓垮 總統埃爾段19日提出了應對方案 卻又反其道而行 表示要壓低通膨 也要遏止高利率 4%的通膨率已經是十年前的數字了 土耳其的年通膨率在11月已經跨越了21% 估計這個月還會上升 但央行依然在上星期四度調降利率 傳統經濟學界以及各國央行普遍認為 若要抑制高通膨就必須調升利率 但土耳其總統埃爾段一直以來都反對這種正統觀點 法新社評論 埃爾段一再主張高利率會助長通膨 是他執行經濟獨立戰的策略之一 華語新聞劉倩文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